蔡政府大官全力投入年紀選戰 蘇貞昌到處浮選怕怕燥 只是這回跑到南投 似乎不小心蹦出心裡話 我都說我們太太很不願意 說我們家三個都在國外 比較不願意跟政府一格 我說那都國民黨 現在我和你們在做總統 我和你們在做總統 在做總統 在做總統 不然我們兩個再拚一下 過去有一針大位的蘇貞昌 才說自己對當總統心理 已經不癢 但總統夢原來 時時印在腦海中 我有大算 但連做夢都想當總統 心裡就想滅掉小英 時時刻刻想的 忍不住說出來啦 整天只想選總統 也是很始終如一啦 現在是想篡位了吧 賴清德 鄭文燦 不需要高興的太早 1126選完 用在那裡叫板 監視2024 選個新北市 都可以輸人家快30萬票 選什麼總統呢 所以蘇貞昌這輩子就去做夢吧 才忘情的喊自己當總統 九合一明明是 俯選首長議員 蘇貞昌這話一喊 現場三位議員 快傻眼 立委是2024 和總統一起選 蘇貞昌這口誤難道 和想選總統有關聯 當年人氣王陳其邁 幫陳時中輔選 卻把陳時中喊成阿扁的兒子 好夥伴 陳志中市 陳時中市 陳時中市長 幫陳時中站台 陳其邁高喊陳時中 網友大調侵 至中比10中會抗中好嗎 台獨DNA比較強大好嗎 民進黨開刀大造勢 突賊的 還有這個 攝影機車全踩在沒有防護的三層樓高音架上 媒體直接在城市中群組開炮根本職場霸凌 更有人厚 難道只要把你拍好 罐他出不出人命都沒差的意思嗎 把這個攝影機車當成是蜘蛛人嗎 還是要讓他們是耍特技 是不是民進黨蔡太忙於這個選舉 太忙於作秀 最後變成草菅人命 選情進入最後激戰階段 蔡政府矛起來拼拂選 但到往盡頭 大官各自在想些什麼 全都被看出來 記者林熙健離選 台北報導